嗨 欢迎来到阿皮老远 今天来跟我们聊音乐的是 哇 这个作品很多的一个威权歌 嗨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陈威权 我前几天刷那个就是手机 还有看到的那个 你说我重新这个翻唱一些 我写给别人的歌吗 对对 就是我用了一个这样子的标题 你一定听过这首歌 但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的歌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企划 其实是好几年前就玩过 那我这一次是再重新再拍 对 把这些过去写的歌 让大家认识吗 因为网路年代了 但其实很多人都忘记 我写过什么歌 有没有哪一首歌是写的时候 就不知道说 他之后会红成这样子 其实每一首歌写的时候 都不知道他会红成这样 讲白一点是这样 因为有一些歌 可能你会有期待 我以前刚开始写歌的时候 会有期待 比如说我觉得这首歌 这应该会被注意到 可是有些时候 对一些歌没有期待的时候 反而是他就被注意到了 后来我在写歌的时候的心态 那就是我把我的创作做好 那歌曲他有他自己的被操作的命运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把这个事情就交给后面的人 我就当好一个创作人的角色 所以跟很多那个写词老师合作吗 然后那些其实都是先有歌词再写取的 很多其实老师们帮我合作的都是我给他们取 他们填词 像吴亦伟 对对对 大部分都是我取好了 然后他填词 但是我会跟吴亦伟先有一个man's talk 因为我们会先聊很多 像我跟亦伟是 我跟他认识已经18年了 我来台湾这么久就认识他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我们一直合作到现在 包括我的第一张在台湾发的专辑 一直到现在都是跟他合作的 所以他很了解我在想什么 所以我当时在做我的新专辑 妈妈党这张专辑的时候 他也是给了很多idea 因为他毕竟有到马来西亚去看我的演唱会 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就想说 要做一张给我家家乡的一张专辑 所以我们就用了妈妈这个主题 这是一个闲音梗对不对 对对 妈妈其实是马来西亚的美食文化 然后是路边摊 然后你可以吃到印度煎饼 然后拉茶 什么都有 都有 所以其实你在听我在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是比较开心 其实妈妈党 我们叫妈妈当 它其实是一个 它很吵杂的地方 大家就是点一杯饮料 它就大家都在聊天 所以它氛围是很开心的 它不是那种餐厅很安静的 所以它是在路边 所以我希望把这样子的一种 我从小到大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然后透过音乐去跟大家表达 因为只是这个主题比较取了谐音之后 它就变成了好像妈宝的一首歌 叫妈妈当 但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就是 这种马来西亚在音乐上面的多元性 对对对 放在里面 这首歌真的很多元 你看它又有中国风 音乐就听起来很多元 就很像那个妈妈当一样 可能你说到有点中 一方面可能有一些五神音阶 但是我觉得整体性 我会比较把它定位在 有点Falk的一种 Falk的曲风里面 去把它玩一玩这样子 反正我是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Fusion 因为我以前在澳洲没有 澳洲是有那种大牌党 大牌党对 这也是跟妈妈当很像的吗 它那个是香港的应该是 那个香港是大牌党吗 但是在澳洲其实可以吃到 非常好吃的马来西亚料理 所以它那个也是跟那个有点像 就是妈妈当 我在澳洲的雪梨吃过 很好吃的妈妈当 因为可能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英国殖民地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念大学都会去澳洲啊 英国啊 所以可能就把这些文化都带过去了 嗯嗯嗯嗯 所以我这张专辑 希望 让大家知道我这个identity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说可能过去久了 在台北发展久了 大家可能觉得我就是 土生族长在台湾长大的孩子 可是其实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台湾嘛 所以我想说把一些 我自己人生在这个阶段 想要讲的一些故事放在这张专辑 对对对 因为之前比如像上上专 你想成为什么 都比较focus在我自己身上 对对 那个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我在创业的时候 面对到一些挫折 嗯嗯嗯 然后写的一张专辑 因为我觉得 呃 当你要在做 不是你喜欢的事情 嗯嗯嗯嗯 或者是可能 慢慢变成别人期待 但是不是你期待的样子的时候 嗯嗯嗯 你这个人会 会失交啊 嗯 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的人生 正在面对一个失交的 嗯的 的状态 那我变得非常胖啊 然后我我日夜颠倒啊 然后我做的事情 已经不是一个音乐人在做的事情了 嗯嗯 所以会很很迷失 所以那一张专辑其实算是 治愈我 治愈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嗯 让我自己能够回到 我的初衷 嗯 但感觉这一次这个专辑就是已经 已经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开始在寻根吗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其实 呃你从哪里来 你是谁 然后你想做什么 还蛮重要的 嗯嗯嗯嗯 就是跟这个歌一样 我自己觉得 你刚刚说马宝 但我觉得好像你回到那个地方 就一定会去那个地方吃东西 有一种妈妈的感觉 就像台湾的话可能回台湾都要去逛夜市之类的 对对对 你讲对了 其实马来西亚就对我来说就是一直在 back up我跟支撑我 嗯嗯 在做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动力 嗯嗯 因为它就像妈妈一样 嗯 为我挡风遮雨 嗯 所以我扮演唱会 呃第一站是在吉隆坡嘛 哦 我也很开心就是很多人到现场来支持 嗯嗯 诶那我可以问一下 你们有台北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吗 像在好吃的吗 我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就是在 口袋名单 非常多池先生 哦 池先生非常好吃 还是妈妈当当当当 我爱妈妈当 叫我怎么遗忘 早醒以为真不必再流浪 然后另外一首歌是不懂绝望吗 OK 感觉就是威权的那种情歌 威士情歌嘛 对吗 嗯嗯嗯 但是他这个对象是在对谁说呢 其实也是在跟自己在对话 嗯 就是你在感情里面的态度是什么 嗯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轻易 嗯 放放弃的人 哦 然后我也算是一个蛮执着 嗯嗯嗯嗯 的一个角色 嗯嗯 所以我希望说在感情里面 其实我想讲的就是 虽然可能很多人在面对感情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他对方可能一些言语上面 对你说了话之后 可能你就觉得说 啊算了 可是我属于那一种 不是很懂得绝望 比较固执的 我希望说虽然你不爱我了 但是我还是保有这一个事情 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位置 所以当然这首歌其实是比较 它不像那种朗朗上口的 我们讲的巴拉歌 嗯嗯 虽然它的旋律是 是容易机或者是情歌 可是它其实更多的是 呃 再叙述一个观点 嗯嗯嗯嗯 所以这首歌 我希望不要太复杂 所以在编曲就只有一个钢琴 钢琴对对对 因为它的歌词 已经要讲的东西很多了 所以我不想太干扰它 嗯嗯 就单纯的一个钢琴 跟我的ボコ 去讲一个故事 嗯 你说太太那个 怎么讲 就固执吗 但我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听这个时候 就觉得说 因为人家都说 好像你再找一个人就好 就换一个新的人就好 嗯 听这个歌就觉得说 因为前面我看这个文案 好像打拼了很久 但是想说 如果你今天交往一个对象 哪有那么容易 就说拜拜这样子 那你如果说 音乐发展不好的话 那是不是就放弃吗 这样 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那时候觉得说这个对象 不一定是情歌 好像也可以是 对 它其实不是 不一定是在爱情里面 它是一种态度 对啊 应该是说对爱的定义 嗯嗯嗯 它可以是爱情 它可以是亲情 嗯嗯 就是这个方向 听起来 这个执着是有必要的 因为其实你在爱一件事情 或者是你对一个事情 它会执着是因为你想象到 一个美好的画面 嗯嗯嗯有些时候 当你一直没有做到 那个美好的画面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一种执着 嗯嗯 其实你期待发生 可是一直没有发生 嗯嗯 其实这首歌在讲的 就是这个东西 爱过的模样 我怎么遗忘 愿你永远碌碌晃晃晃晃 就地带生命重点 是因以为傲 这样 嗯 听起来是小调 对不对 是D minor 是minor的东西 但是它一进到副歌的时候 就变成F 对 就觉得哇 前面是还在努力 但是副歌的时候 就好像就是我真的做到 然后别人为我骄傲的感觉 其实这首歌 为什么特别回到我的家拍 就是它是在神山 在沙巴的那个神山下面拍 因为我们沙巴人 对神山就是非常引以为傲 然后呢 我在做音乐的路也是一样 我其实希望能够让我身边的人 因以为傲 那虽然走了很多年 其实这个初衷跟这一个价值 其实一直推动我 push我往前走 就是我不想让我身边的人失望 我希望让他们因以为傲 所以我在做音乐二十几年了 我还在执着 还在坚持 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这个东西 所以MV才会选在神山的下面 拍这个MV 因为想让神山跟我这个人 都能够让身边的人 持续的引以为傲 因为我听到旋律有很多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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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 就是感觉是不放弃嘛 一直往前的 这样子感 不会放弃 持续的坚持 谁也愿拥有 mat 入入后往后 入از头的生命终点 就不想 欸好好聽喔 這一輩子就是 怎麼會比CD好聽 不想這一輩子就是 這樣子就過了 希望能夠過的 就是留下一些東西 還有更深的目標嗎 應該是想說 我覺得距離我希望 自己長成的樣子 可能我還覺得 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我希望持續的追求下去 因為裡面還有 我聽歌詞 要長大要唱誰一樣 像我爸爸吧 我覺得我爸爸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hero 他其實是很厲害 他其實是把家人都照顧得 很好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 很希望以後能夠 讓他引以為傲 譬如說他把三個孩子養大了 我覺得要把孩子養大 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情 對啊 我想讓你引以為傲 我們現在要聊這個歌叫做 島嶼飛鳥 島嶼飛鳥 對 這個歌就有一些 Benji上的巧思 對不對 當時這首歌其實 希望比較 有點像 離開這個都市 然後到一個地方 然後在曲上面 就是說一種遼闊感 但其實在寫島嶼飛鳥的時候 這個歌詞 他在講的是 我是一個 從小就在 沙巴算是一個海島型的地方 所以他島就好像他的家 台灣也是一個島嶼 所以這兩個其實都有個共同點 就是都是孕育我長大的地方 無論我飛得多遠 我還是會回家 他有這樣子這一層含義在裡面 萬一你就說 你想像自己是鳥一樣 對啊 是啊 我是鳥飛很多地方 但是還是需要有一個家 因為我聽他的副歌 真的有那種往上的那種 飛的感覺 他整個跨度很大 大概九度我記得 你知道Range嗎對不對 然後又一個大跳的上去 對對對 所以我的歌其實是 需要一點時間 才會讓大家近得到耳朵 因為他有一點 有些時候聽覺上面 他跨度是大的 噔噔那個感覺往上跳一樣的感覺 對也不好唱 我在錄音的時候 其實唱副歌會花很多時間 對 因為我就很喜歡那種旋律 是有在搭配歌詞 嗯哼哼 然後這首歌我還想要問那個編曲 就是他這是帶在什麼時間點 因為我有時候聽 就會覺得他好像是可能 現在在海邊這樣子 然後吉他這樣風吹 但是他有時候也有那種 很像星星的感覺 就覺得這首歌好像在 有時間的變化這樣 其實並沒有 我在想這首歌的時候 他其實是比較像是一個 如果是真的是要講一個 缺缺的時間點 比較像 他有點像黃昏 在尋找要回家的那種狀態 那他那個Vocal跟那個鋼琴 是有陪伴的感覺嗎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那個 我懂你的意思 他的旋律線是有在搭配的 有有有有有 當然我希望說比較簡單 就是這樣的專輯其實你會聽到我的Vocal 其實蠻前面的 我希望說大家認識我的聲音 包括我這段時間在做我的這個 這個網路上面影片的企劃 其實也是要讓大家認識我的聲音 對啊 因為我覺得歌手跟創作人 還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希望大家認識我是一個歌手這件事情 我剛講的那個姿勢 我就覺得哇 那你是不是Vocal是鳥 然後那個鋼琴嘛 是倒的這樣子的感覺 哇你聽還蠻深的喔 這個想像力 也可以啦 你這個註解也可以啦 因為我們那個分析有時候就是要 讓我補一下那個 喔 那下一首歌叫做如果有時間 那前面就有一個很像是這種鐘表的那個聲音 揣摩那種時間流失的感覺嘛 對 其實這首歌很特別 嗯嗯嗯嗯 它其實是在講 呃對身邊的人你要把握機會去表達愛嘛 嗯嗯嗯 就如果有時間就是盡量的把握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狀態 那我其實在當時在挑專輯的主打歌的時候 對對對 這首歌其實一直有在前幾名 嗯嗯 因為很多人都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會覺得說很像我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拿這首歌當主打歌 為什麼 所以沒有拍MV嘛 為什麼 只是那時候會覺得說 呃應該像不懂絕望這種會比較像 嗯嗯嗯 可是我的朋友他們的判斷是對的 嗯嗯 因為在網路上面這首歌是比所有的歌的流量更高 真的喔 那MV怎麼辦 有拍了嗎 如果有時間這首歌是目前整張專輯聆聽度最多的歌曲 嗯嗯嗯 所以它是在Spotify上面是最多人聽的 嗯嗯 我也覺得蠻蠻驚訝的 就跟前面那個歌誰的不知道 他會紅黑 啊對對對 所以之後可能找個時間再拍個MV吧 哦 也可以啊 然後我剛剛在講說那個 譬如說剛前面那個時間聽起來還蠻規律 但C段就感覺有在追的感覺 後面的地方我覺得好像有真的讓我聽感上覺得 哇時間不夠了要趕快往前跑的感覺 嗯嗯嗯嗯嗯 啊你講的是對的 我反而今天在這個訪問裡面會聽到 我從我過去可能比較沒有聽到的東西 嗯嗯 你可能會給了我一些我看到 噢原來大家聽歌的時候可能會有這個感覺 嗯嗯嗯 我滿滿滿開心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說這首歌真的是時間 那個TikTok TikTok 那個是是滿滿關鍵的 嗯嗯嗯嗯嗯 這是這首歌的主題 所以我想一下我們的編曲的流程是怎麼做 我們常常最好是先把歌詞寫完之後再做編曲 因為你會把很多的畫面感能夠刻在編曲上面 是沒有錯的 其實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編曲它比較澎湃 可是副歌的旋律其實算是旋律比較頻密一點點 它的頻率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會聽起來它有點急促感 如果是 就脫掉了 它是因為它是有一個flow 所以它會比較急促一點點 下一首歌我們聊這個歌叫做 我愛的就是你這首歌聽起來很肉麻 就是從音樂上都覺得很復古 然後很浪漫的感 我也覺得蠻肉麻的 總要寫一些可能 我覺得現在可能我看到一些年輕人 他們可以表達愛意的歌曲吧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定位我自己是一個歌者 就是一個歌者的角色 其實我可能要唱很多不一樣大家角度的事情 那其實我愛的就是你這首歌 我真正的希望是它能夠變成是婚禮上面的一個歌曲 就是讓大家在婚禮的時候可以很好表達 他自己的一個歌曲 或者是他在向另外一半表達的時候 表達愛意的一個 有一首歌是把你寫好了你可以去表達的內容 就用就對了 對那種感覺 接下來這首歌叫我要放假 哇這個好可愛 其實這個歌應該是收入在專輯啊 它並不是專輯一開始的方向 所以說它也符合這張專輯的一個調性 因為它是之前的單曲 對對對 我跟方炯斌那個MV好丟我丟我去 其實是故意的 因為方炯斌是一個很慢熱的人 那我們不可能 其實我也是慢熱型的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就屬於那個搞怪的人 對搞怪的人 我必須要讓他開心啊 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在裡面就一動一進 他扮演進的角色 我扮演動的角色 但我要放假其實要 講也是我們的心情啊 其實做音樂啊 我們其實一直都 沒有放假 對 真的 我們在做音樂的過程 就是其實 你要 你真的很想什麼 放個假 其實沒有 但你在放假的時候 你突然間有靈感 你就在繼續寫歌 對對對 所以你會把這個生活跟工作 有些時候都混在一起 但其實就是要講的是 是時候的時候應該要學會放鬆 應該要去一個Vacation 這樣子 所以我就找了方炯斌 因為我跟他其實是 認識很多年的好朋友嘛 一直講要合作 也合作很久 也講很久了 後來終於有這個機會 就一起合作 當時是幫一個電視劇 比較加油喜事 裡面的插曲 然後就一起合作 我覺得這個歌 還有另外一個很可愛 是他主歌聽起來會比較懶惰 但是他的副歌 會覺得就是活起來 所以前面可能還在工作 副歌唱那個我要放假的時候 就是開始放假了 對前面是比較在敘述一個狀態 那副歌就是 就把重點講出來了 對 所以方炯斌的聲音又很亮 對啊 所以就會帶出一種明亮感 對比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首歌其實是可以男女對唱的 嗯嗯嗯 前面是男生 他副歌是女生 因為方炯斌的聲音 本來就女孩 就比較細一點聲音 對啊 我說女孩 方炯斌應該會生氣吧 那我們把他剪掉沒有關係 不會不會不會 他OK的 然後下面這首歌呢 是 哇這次專輯很重要的歌曲喔 沙巴的愛情島 嗯哼哼 嗯哼哼 欸我看到MV裡面還有什麼白菜是什麼意思 沙巴產白菜嗎 啊對對對 就山上有產這個 酷 對對對白菜沒有錯 我上次訪問一個歌手叫誰 Jasmine嗎 他說他們沙巴有那個麵 喔 喔生肉麵 我不知道 他說那邊附近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麵 比較有名的叫生肉麵啊 或者是什麼大辣麵啊這些 就沙巴 沙巴才吃得到的 喔 的確沒有錯 其實為什麼當時會寫沙巴的愛情島 是因為 我如果是真正要講我成長的地理位置喔 嗯嗯 我的家是斗湖 但是大家沒有聽過這地方 喔 但是比較多人聽過的是仙本那 我都沒聽過 仙本那就是去很多海島 嗯嗯 現在飛機從各個地方飛 就直接飛到斗湖這個機場 然後再坐車去仙本那 嗯嗯 所以我就是那個地方長大的 那邊也是海邊嗎 海邊 我們我們那裡有 全世界最 呃 十大潛水點 就在我們家 的那個地方 好酷喔 所以它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島 所以我覺得說 最代表沙巴對我來說 嗯嗯嗯嗯 其實海島是非常 能夠有這個象徵意義的 那當時有這個創作的靈感也是因為去了澎湖 嗯嗯 因為澎湖有外婆的澎湖彎 對對對 我想說我自己會寫歌 為什麼不寫一首歌給我自己的家鄉 就有了沙巴的愛情島的概念 哦 然後也用這個去講 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真的真的 然後所以海島就是想像的就是 不可能想像在海島分手吧 我覺得就是浪漫嘛 然後就是兩個人在一起更甜蜜嘛 所以就把這種氛圍就放在裡 這音樂聽起來真的很有那種粉紅泡泡的感覺 就海島的愛情故事都都長這個樣子 對它比較80年代的一種編曲方式 就是你在海島會聽得到菲律賓樂團 然後在那邊彈琴唱歌的那種氛圍那種調調 但是它的那個副歌 不是副歌 就是C段我就覺得 後面有一層一層疊起來 哦 覺得很燦爛的 我自己是想像好像有煙火在放啦 哦對對對 因為這個歌對我來說是很晚上的感覺 對其實你講的沒有錯 所以我其實這支MV我真的理想的樣子是 還有另外一半一起去的 嗯 但是就是 沒有辦法我們預算有限 然後只能夠飛我自己個人過去了也就是 所以MV會比較像是沙巴的觀光島啦 哈哈哈哈 它不是愛情島 哦 但是anyway我覺得你要感受這個 可能很多在聽這個節目的人沒有去過沙巴嗎 對 其實你看這個MV你就知道沙巴長什麼樣子 嗯 因為我已經把那個島 我覺得算是拍得蠻漂亮的 嗯 兩個人竟然如此卻已不肯 然後下面這個 欸這個我有吃過耶 加葉吐司嗎 哦對加葉吐司 對 就是會烤 吐司烤完然後抹在上面 對對對對對 甜甜的那種 對對對 這個台灣買得到嗎 哦買得到 因為我以前那個澳洲市友是馬來西亞人 吃先生 就有了 哦 對 可是台灣的我記得很貴 不會不會不會還好 但是在澳洲買很便宜耶 然後他就每天都吃我以前的石油啊 哦喜歡吧 就是吃這個對啊 怎麼會想說要為這個東西寫一首歌好酷哦 他很馬來西亞 他非常馬來西亞的一個主題 然後以前有一首歌叫豆漿油條嘛 嗯 然後我覺得這個 卡葉吐司其實就是有點像這個氛圍 嗯 其實我覺得在愛情裡面其實 我只是想用這一個去 因為我覺得吃它的時候是甜甜的那種幸福感 所以我就想說把它用這樣子的一個主題來發揮 嗯 他也是很可惜目前還沒有拍MV 嗯 但我覺得這首歌其實是 嗯 我覺得流傳性算是高的 其實是這樣子 其實是這樣子 我寫歌其實只有兩個方向 嗯 一個就是讓你在KTV陪伴你唱的 嗯 另外一種就是一種幸福感 你可以在婚禮唱的 哦所以這也是婚禮歌嗎 這個可以變成婚禮歌啊 哦 對我覺得這兩個方向都是在表達愛的一種方式 一個是你在幸福裡面的愛 一個是你需要陪伴的愛 嗯 所以不懂絕望啦 或者是如果有時間呢 呃 包括算了吧 這些都會比較像是KTV 的歌曲一樣 然後下一首歌叫做《你若能行》 嗯這個歌是跟宗教比較有關係 哦對沒有錯 它是我的信仰的告白 嗯 我覺得呃 好像每一張對你都有一兩首講 哦我的專輯每一張都會有 嗯嗯嗯嗯 這個在講的就是信心了 嗯嗯嗯 有很多時候人家會告訴你說啊 啊你不行啊 嗯嗯 但是其實我覺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嘛 的意思不是說你一定會做得很好 嗯嗯嗯 有些時候就是一個信念的改變 嗯嗯 其實就要改變後面的事情了 嗯嗯 所以我要鼓勵很多人就是不要在乎別人怎麼說 你熱愛什麼 就去做嗯 因為這首歌要鼓勵大家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嗯嗯 欸這個配唱的時候在唱的時候有什麼想像嗎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的情緒對我來說蠻醜蠻豐沛 然後你聽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我就覺得哇你好像很感動 呵呵呵 有感動的感覺 聲音聽起來好像有點嗯 泛淚 對 其實這個就是我跟上帝在禱告的時候那種 那種氛圍 嗯嗯 我覺得就是一種很真實的關係 嗯嗯 所以我在唱的時候就是有一點像天父在跟我講話 嗯 孩子你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都陪在你旁邊 你只要相信就對了 你只要持續的前進就對了 嗯 的那種氛圍 你覺得身邊的人對你有信心重不重要 嗯嗯 就是說可能你在一個最最不知道怎麼前進的路 但是有人告訴你說你其實可以做這件事情 嗯嗯嗯嗯 你好像在在海上抓到了一個浮沫 嗯嗯嗯 你就能夠持續的前進嗎 其實我在講這首歌其實也就是這樣子 嗯嗯 我覺得 你就當有一個人在鼓勵你前進 下面這個叫做最像你 最像你 其實也是一個歡樂的歌 哦 但這個這個跟如果有時間他比較像是偏親情的部分 這首歌是偏親情 偏親情的部分 他就講說其實有些時候你跟家人吵架 你會覺得說他很討厭 其實其實你跟他長得是最像的 對啊對 因為主歌聽起來很像在最最最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呃最像你是 就是有些時候我們只要互相退一步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都是同樣的 嗯嗯 類型的嗯嗯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整個你我 嗯嗯嗯嗯 所以欸 所以我的理解是他主歌可能在吵架 副歌就因為 很好了對 對聽起來很可愛 很溫馨的感覺 對對對 不要他副歌是 Don't give up 呃呃 呃就是不要不要放棄的去溝通吧 很多事情 嗯嗯嗯 對 了解然後最後沒有一個bonus track 對不對 這個是時候之前的經典作品 我們都傻對不對 嗯嗯嗯 為什麼會收在這張專輯對不對 傳遞的其實就是我準備要發第九張 哇 已經發到八張專輯了 就是說哇你已經持續的在堅持 嗯嗯 所以它是有一個堅持的flow在這張專輯裡面 包括我要講我來自哪裡 嗯嗯 然後我想讓家人引以為傲 嗯嗯嗯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還蠻傻的 有些時候就是做音樂不是大的生意 嗯嗯嗯 他其實做的是版權 嗯嗯 他做的是創意 嗯嗯 所以有些時候很多人會想說你應該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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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就應該有一種執著在裡面哦 嗯嗯 所以我們都是啊這首歌對我來說 他在講的是在愛情裡面就是很執著 嗯嗯 他相信會有奇蹟出現 嗯嗯嗯 就是你把它比到你的做音樂上面 對對對 當然這首歌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創作 嗯 所以想把它收錄進來 然後剛剛有說到惡靈 欸在做籌備第九章專輯對不對 嗯嗯 那今年有一首新歌叫算了吧 這個是哦 這可能是第九章的歌嗎 其實算了吧這首歌是很特別 嗯嗯 他本來是要收錄在媽媽這張專輯的 嗯嗯嗯 可是他跟整張專輯的風格 其實是調性不太同 哦 所以我就把它拉出來了 嗯嗯 但是他是在整張專輯同時間做完的一首歌 那我覺得說在什麼時間點發是最好呢 嗯嗯 所以我就想說今年的在年初的時候 嗯嗯 我就發了這首歌算了吧 就跟大家說有點像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吧 新的一年重新開始 這種概念 嗯嗯 好今天很開心 威全哥 嗯 然後很多欸他的那個創作 去年才發新的這個新專輯 第八章新專輯叫做媽媽 嗯 謝謝你 對然後最近還有什麼活動要跟大家宣傳 啊今年就是呃我會持續的呃 做我這個系列的影片嗎 嗯嗯 我應該會做呃一陣子 嗯嗯 然後呢接下來就會有新歌出來了 嗯 對那看到了威全哥的這些短影音嗎 可以在哪裡找到這樣 就在我的Facebook IG 然後抖音TikTok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就說陳威全就有了 首先說陳威全對 謝謝